VIPPG 大家好 康城是全香港最大屋卷 如果大家有看VIPP之前分享 由開始策劃 已經有30年了 現在都在不斷發展 區內會有不同行人通道的改動 配合不同的情況和其數的發展 而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察覺 在我們康城東面平台的行人通道 亦都有一系列不同的改動或將會改動的工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歡迎來到VIPPG的頻道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VIPPG的頻道 首先今年2022年年初 在康城東面 不同行人通道都連了這張通告 說現有的動感公園會封閉 以及有行人通道改動的措施 動感公園封了一段時間 但第一時間他就有提到 譬如紅色這條在動感公園旁邊的 有蓋7乘24行人通道 他就說會在今年6月至10月的期間封閉 今天VIPP跟大家分享 已經去到2022年9月底的最後一天 那條路都還未封閉 可能這裡就是有通告 但未必回到實際情況 有些先後次序的時間 未必是完全配合這個通告上所說的 我們看看這條路 其實就是紅色的 黑尼那條說6至10月份會封閉 那條路 就是這條有蓋 玻璃上蓋的有蓋7乘24行人通道 現在其實走到幼稚園這個位置 就會轉了一條臨時的 白色帳篷的行人通道 再屈向下去到首都這裡 我們來到這條路 近一點角度看看 其實這條路就 去到九月底都還在使用 所以暫時來說 就還未開始封閉 但是 今天這條影片 除了講一下 這條路 將會有機會封閉之後 其實它對應 就用回 左手邊 這邊沒有蓋的行人通道 其實現在都開了 讓大家繼續用這條路去走 如果我們看過來 左手邊 其實就是你看到 有間 Greenfield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這條路 一直都是 小朋友上學 都是經過自南天 對出這邊 在露天的行人通道 就去上學 或者經過這條路 去回地鐵站的私出口 就是我們正面看到地鐵站的入口 另外在露天行通道的右手邊 之前其實有欄杆 攔住了 其實就是一個低一點的平台的位置 我們再去片看 後來就做了一個斜坡 欄杆就拆了 就是到這個平台 方便去施工 但是遠一點 你看到又開始做了一條新的路 有幾個工人哥哥在開工 再過一段時間 你看到這個工程 就開始弄到來了 就有很多鋼筋 就站在這裏 好像加高了平台 就開一條新的路 駁過來這個位置 同一時間 看到其實這裏本身 已經有一個 是由幼度左 由本身有的路 駁過來新路 那裏都弄了一段時間 但是將會怎樣使用呢 那片都沒有什麼頭緒 如果各位街坊是知道的話 就歡迎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跟著呢 去到大約4月份的時間 4月底 那剛才那些鋼筋 變成了一條新的行路 然後呢 這個形態就出來了 那麼你看到右手邊 還有一些鐵絲網的欄杆 都準備在做 這個暫時用一個膠帳篷 是非常不同的 臨時的行人通道 就經這裡可以去到 首都 往來首都 和至南天 或者是 Greenfield 這條油轉這個 有蓋 臨時行通道 就將會 很快拆掉 就變成了 用這條新起的路 但是這條路呢 就會位置改少少了 就直到環保大道 而這條路呢 是跟之前那條路有點不同 因為之前那條路呢 還在康城範圍內 但是這條路呢 去到環保大道呢 就轉一個90度呢 就會有條樓梯 就下去一個 東面平台呢 一個呢 暫時未開的出口呢 就直接出環保大道的 那所以這條路呢 將來呢 就是一條呢 直接可以走出環保大道 不需要呢 再經過呢 回到首都呢 再去到環保大道的 新通道來的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看呢 在一個高一點的位置看下去 這條新起的路呢 其實去到四月底呢 已經呢 那些石屎 或者運營土起的路面呢 都起到七八八 就看到一條樓梯那裡了 那這邊呢 就是另外 東面平台的情況 而再過了一段時間呢 看到呢 那條路呢 開始做了一些 圍了一些鋼 結構呢 就圍了一條路 慢慢建出來 那這個位置 你看到了 另外一條樓梯下來呢 而出口呢 就直出環保大道的 那我們不如呢 走近一點 那一條路呢 究竟近距 看看一條新路呢 是什麼情況呢 看到呢 剛剛我們看到樓梯呢 就都幾闊的 跟著呢 就一個直角呢 轉回過去呢 向回 智南天 或者是 Greenfield幼稚園那裡呢 就走回去的 而在那條樓梯走出來的樣子呢 其實呢 暫時就是有一些圍板圍著的 走出來呢 就是走出來這個環保大道 正正的一塊圍板 望回上去 那所以你看到呢 康城這邊東面平台呢 都很多不同的工程在進行著 那如果由這條路呢 走出來呢 那有幾個樓梯 再要 就要出來呢 啊 康城東面呢 環保大道 的位置 那再過些呢 就石角路啦 那這裡呢 這個暗斜呢 就可以呢 慢慢呢 向著 啊 手刀的方向呢 繼續走回去的 那走到下來呢 就可以用這條樓梯 就經隧道去進行那邊 或者石角路那邊 或者用這條電梯下去 再不然呢 就可以在這裏呢 入手刀 就用 這條電梯呢 進回手刀 應該是六座那邊的了 或者手刀平台啦 好 那我們不如 帶大家走近一點吧 看看這條樓梯下去石角路的隧道呢 是什麼樣子 即是說 以後呢 進行那邊的街坊 可能就會用這條新路 就過到環保大道 然後經這條隧道呢 就 捐過環保大道下層呢 就去回進行那邊 那當然啦 如果這條路 出出來呢 是否只是去 嗯 左手邊的進行 或者右手邊 回到康城的首都 那其實這裏呢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一直直落 就可以去到 你的遠望 見到 建立的資料中 VIPPI之前有條片去介紹過了 還有呢 就去到首都的巴士站呢 就搭巴士的 或者搭兆巴 那另外一條問題就是 究竟這條路會 什麼時候開呢 那 代替現在這個 臨時的行動通道呢 那 其實VIPPI 都沒有消息的 那 如果大家街坊知道的話呢 那 歡迎留言 或者是 通知VIPPI VIPPI可以再 跟大家去跟進一下 分享一下 那 圍著這條 新的行人路 都知道 東沿平房 這個是一塊 曬太陽的用地 那是一個 學校用地 那但是 學校的需求 暫時來說 就是 不是那麼高 那 會不會有機會建建其他東西呢 那 另外呢 變相如這條路用了呢 會不會暗時 現在 臨時通道呢 一 拐回來呢 就去到 首都 這個 脆弱大島這條路呢 以後呢 就可能 就 沒得這樣走法了 那 那 會不會對 現在 首都 的 街坊 會不會那麼方便呢 甚至呢 對於石角道 進營那邊的 街坊 或者是 接下來 海恩莊園的 新來的街坊 會有影響呢 那麼 這條路 用了這條新路 舊路沒有了 那有什麼大影響呢 歡迎留言 去大家 討論一下 尤其是 環保大島這條行人路呢 就好像 某些位置都比較窄些 沒有 康食入面的行人通道那麼闊的 那會不會那麼方便呢 那 出到你這個位置呢 就越來越闊的 當然 好了 今天呢 VIPI 用了幾個月時間 搜集不同時期的影片 那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康城東面平台的一些 7x24行人通道 正在改動 或者將會改動的位置 以及現在最新的情況 那另外呢 有一條新的7x24的通道 起的情況 以前是怎樣 以及最近的情況是怎樣 甚至 新的路點行法 都和大家大約分享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消息的話 或者大致上是怎樣用呀 或者會不會有新的設計呢 那 歡迎留言 和VIPI分享一下 或者和大家街坊一起討論 分享一下 來到這裡 我們不如欣賞一下 日出康城夜馬的景色 我們下集見 如果想看VIPI Channel的其他影片 歡迎來到VIPI Channel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去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究竟有些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些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也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一張藍填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又無道友 究竟有些什麼特色之處 VIPI有超過二三十六片 去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另外 VIPI 豬仔頻道 有個最新的playlist 或者series 叫做VIPI CO3 這個系列 專門去分享一些統計的數字 不單止只是張君佬 或者康城的統計數字 全香港不同類型的有趣數字 其實都在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去讓大家看到這些統計數字的變化 譬如這個就說在上18個月 究竟張君佬哪一區最多的樓宇成交 這些那麼特別的內容 只得VIPI 豬仔頻道讀加油 VIPI CO3 記得來這個playlist group 找這些內容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回Youtube的playlist的話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VIPI豬仔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 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 日出康城group VIPI豬仔頻道 記得join這個group 就有個time sequence 給你看回不同的分享 日出康城的group 最主要是日出康城的資訊 剛才所說的VIPI CO3有趣的統計數字 就會另外有個group 叫做VIPI CO3 Facebook Group 記得去join這個group 來吧 Gigi 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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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I O2 VIPI Cchana Gigi Asa